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会用手机录屏的形式 直接给大家一次性讲解清楚 中国用户该怎么去注册和下载OE BN 其实中国用户注册下载BN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还是很简单的 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找对方法 那今天我的这期视频就完全把这正确的方法都交给你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的下方的链接 找到BN和OE交易所的链接 我们需要点开这个标题下面的这个展开的这个按钮 点击展开之后 接着点击这里的有个更多 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BN和OE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你通过我的注册链接来注册的话 是可以享受20%的手续费折扣 如果你自己注册的话是没有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用BN的交易所的注册链接为例 我们先点击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就跳转到了BN的注册页面 BN的注册页面的话 这里是可以直接使用邮箱或者手机号来注册 你这里就直接可以输入你的手机号 比如说186 然后这里可以切换你的区号 是吧 因为我手机号是已经注册完了 我这里就用邮箱来注册吧 好 我输入我的邮箱 好吧 OK 邮箱的话我也说一点 因为邮箱的话是支持QQ邮箱 谷歌邮箱 163邮箱 以及其他的一些正规的邮箱 都是可以的 好 输入好邮箱之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会有一个六处的验证码发送到你这个邮箱上面 如果你是手机的 就也会发送到你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验证码 把你收到的这个验证码填写上去 OK 填写好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创建密码 创建密码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你要按照这上面的三个要求来创建这里的密码 好 密码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 接下来就显示了 欢迎加入了 欢迎加入这个页面就说明你是成功注册好了 币安的账户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讲一下OKX 也就是欧益交易所的注册的流程 OKX的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内下方同样可以找得到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跳转到手机上面的这袋浏览器 好 这样子就进到了欧益交易所的注册页面 首先他会询问你的居住地在哪里 你这个居住地的话 你哪怕你是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 在新加坡 你的身份证上面是中国的 你这里同样也要选择中国 你不要选择你比如说你在美国就选择美国 你身份证上面是什么国家的 就选择什么国家 然后点击注册账户 好 接下来的话需要你把你的邮箱添加上去 好 添加好邮箱我们点击注册 这里会有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发送到你的邮箱上面 你记得查收一下 OK 邮箱来了 验证码来了 输入好邮箱它会自动 添加到你的那个 跳转到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就需要你去添加你的手机号 手机号可以点击这里的切换 手机的一些国家地区的那个区号 这里是可以支持中国加86的手机号的 选择中国加86的手机号把你手机号输入上去 输入好手机号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的立即认证 接下来同样会有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 填写上去 OK 接下来就是创建密码了 密码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一定要按照这里的他的平台的官方的要求来创建你的密码 这密码一定要自己要记得 好输入密码我们点击确认 OK输入密码之后这里会弹出一个弹框 这里是要你创建一个通行密钥 什么是通行密钥我这里解释一下 通行密钥就是把你的人链信息给提交上去 你创建了通行密钥之后接下来你登录你的OE交易所的话 是直接可以用你的人链直接扫描登录了 就不用密码登录 这样的话你的账号的安全性又更加提高了 我们点击立即创建 把你的通行密钥装在你的手机上面的这个密码的这个APP上面 我们点击继续 它会有一个扫免认证 OK 现在我们就直接注册好了OE的账号了 注册好OE账号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下载BAN和OE这两个交易所的APP 下载BAN和OE交易所的APP 我们需要去进到苹果的App Store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 点击进去 在苹果的OE在苹果的应用商店里面 如果你的苹果ID的话是中国区的ID 是不能够直接在这上面直接搜BAN和OE这两个APP的 你搜也搜不到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 需要你去拥有一个海外版的苹果ID账号 而这个海外版的苹果ID账号 我推荐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苹果ID账号 会更方便一点 中国台湾版 中国台湾地区的苹果ID账号该怎么去搞定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找到百度的浏览器 在百度的搜索里面 直接搜索台湾ID这个关键词 这下面会出来一堆卖账号的 我们随便点击进去 点击一个 然后找到中国台湾的这个苹果ID 美区的ID不要买 美区的ID你下载BAN的话 是下载的是一个阉割版的APP 你要买的 要买就买中国香港的 或者中国台湾的 去买一个 买一个账号买完之后 大家买的账号 不要在设置里面登录 而是在App Store里面直接登录 App Store里面怎么登录呢 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小头像 然后翻到最下面 最下面 然后点击登出 登出完之后 然后再把你刚刚买的这个账号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 直接搜索BAN这个关键词 搜索BAN 你直接输中文就可以了 输中文输入进来之后 这里会出来两个BAN的这个软件 大家不要下载这个带广告这样的 要下载这个不带广告这样的 我这里是已经下载好了 这里如果没下载的话 这里有个下载的字样 我们点击下载 点击下载之后就搞定了 那接下来我们搜一下OE OE的话你就输入OE的英文名叫OKX 好 输入OKX的话 这里按道理来说 这里也有一个OKX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字样的一个版本 你不要下载 也要下载这个第二行的这个OE 排名第二的OE 好 排名第二的OE 我们这里点击下载 就下载好了 OK 讲完BAN和OE的APP的苹果手机端的下载的方法之后 接下来就讲一下安卓手机的下载 可能屏幕面前的有些粉丝朋友 他用的手机是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的话 大家也不要大费周章了 也不要去下载什么谷歌play应用商店 也不要搞定什么谷歌三件套了 很麻烦 甚至有些国产的安卓手机 比如说像华为 他就搞不了这一步 那没关系 我们继续点击这里的 在我视频下方链接 点击这里的展开 再点击一下这里的更多 我会直接把BAN和OE的安卓版的APP 也就是安装包 直接把这个链接放到了视频下方了 你直接点击这里的下载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的BAN和OE的这个安装包 是我直接找他们平台客服拿的 都是没有木码 没有病毒 大家可以直接放心下载 哪怕你下载的过程中 你出现了像这样 我这样的截图 比如说你把这个页面点击进去 跳转到你自己手机自带的软件器 它会显示一个该页面可能存在病毒 木码 你不要管它 你直接点击这里的继续访问 然后下载的过程中 它会也就会显示出来 检测涉及到敏感权限 也不要管它 点击继续安装 因为在国产的安卓机上面 你下载BAN和OE这些币圈的软件 是肯定会出现这些东西的 至少我在录制视频之前 我是亲自体验过 下载过 没有任何的木码病毒 而且我也这个链接 也是找BAN和OE的官方客服拿的 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只不过 国内的这种安卓手机太敏感了 它检测到这种B圈的一些软件之后 它会自动显示出来这些风险提示 大家不要管就行了 直接点击这里的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好 当你下载好之后 你的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BAN和OE这两个APP了 我们先点击BAN的APP 点击进去 在BAN的首页就有一个注册和登录的字样 如果你进去的这个页面和我的页面不太一样 没关系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左上方的有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来找到这里 这里的话 如果你的版面页面和我不一样 应该你这里会有一个显示BAN的一个专业版 你把它切换进来 因为你你直接第一次下载的话 你可能是一个BAN简易版的 你把它切换成BAN专业版的就OK了 好 切换好之后 这里的页面应该和我就差不多了 我们点击这里的登录和注册 接下来就把你刚刚注册好的这个 BAN的这个账号 我们直接登录一下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会需要你输入你刚刚注册的这个密码 OK 点击下一步 好 会有一个验证码发送到你这个平台 我们搜一下这个验证码 OK 这个验证码6513050 OK 输入好之后 接下来它就登录进去了 登录进去之后 它会自动跳转到一个身份认证这个界面 身份认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BAN和OE这两家交易平台都会要你做一个身份的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的话也是为了防止一些黑钱和不干净的一些之间流入到这个平台 对你对平台都是一个保障 你这里只要做了身份认证才能够完整的使用BAN和OE交易所的所有功能 所以说身份认证还是必须要做的 好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继续认证 如果你这里的国家和地区的话应该是根据你刚刚注册的时候自动选择的 如果不对的话 你就切换一下把你的国家和地区切换成你自己身份证身份证上面的国家 我们点击继续 然后选择这里的拍摄证件点击继续 接下来的话就需要你去把你的身份证的正面和反面都上传拍摄一下 拍摄完之后会有一个扫人脸的一个步骤 扫人脸无非就是让你张张嘴眨眨眼摇摇头 大概一分钟时间不到就可以搞定了 提交好之后呢 BAN客服会帮你去审核 审核大概也就一分钟时间左右就可以通过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欧益交易所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流程 好我们点击欧益交易所 我们点击这里登录 把你刚刚注册的这个账号来登录一下登录上去 OK我们点下一步 这里就是我已经有了一个通行密钥了 我直接在这里输入我的扫描我的通行密钥 好直接就登录了 好登录到欧益的交易所里面 在这个首页里面 它这里会有一个完成身份认证 有一个什么高达100个USDT的一个任务奖励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立即认证 因为你不认证的话你也使用不了欧益交易所所有的一些功能 我们点击认证 然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身份证认证 然后继续点击下一步 开始认证 然后把你身份证上面的正面 然后拍照上传 拍照上传 好正面拍照上传好之后 接下来就把你的反面也拍照上传 反面拍照上传好之后 会有一个人脸识别的一个录入信息 把你的人脸识别也录入一下 就是张张嘴 眨眨眼 央央头 就可以搞定了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了一个身份认证的一个功能 可能在这一步的话 有很多一些新手小白的朋友 会有一些疑问或的担心 觉得这些平台会收录我的个人信息 又要提交身份证呢 又要录入人名呢 会不会有些不安全 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因为币安和欧益是全球最大最主流 最公认的一个主流的交易平台 他不会拿着用户的信息 而去售卖做这种无下限的一些事情 反正在我从业的经验来看 这时间来看的话 是从来没有看到币安和欧益爆出来泄漏用户的饮食信息了 还有一点就是 你做了身份实名认证的话 币安和欧益这两家平台 也是为了防止一些洗钱的一些用户 或者一些黑钱黑优进到他们的平台 对你对平台都是一个保障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不做身份认证的话 包括币安和欧益的一些出入金工作 都是出入金的一些功能 你也是用不了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很多一些功能都用不了 只要你做了身份认证 才能够完整的去使用币安和欧益交易所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OK 那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讲清楚了币安和欧益怎么注册的 怎么下载的 包括苹果手机的下载 安卓手机的下载 我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如果你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有什么遇到不懂的问题 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留言我看到了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如果留言还是不知道的话 可以直接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联系方式有这里的TG的这个联系 直接点击这里的TG 就可以直接在纸飞机上面找我 如果有任何不懂的问题 可以直接试疗我 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